政府因為堅持不要復必泰三個字 希望有全新的標籤跟包裝 就是不能出現這三個中文字 甚至包括我們行政院還告訴大家 說這三個字 就是羅秉承 說這三個字就是統戰疫苗 他包括王定宇也告訴大家 這三個字就是中國疫苗 我們打不得 千萬不能打 但折騰了這麼久 沒有想到我們今天指揮中心 讓了一步 他說復必泰三個字 沒關係啦 只要他內容確實是有效的疫苗 我們就可以接受了 不管怎麼樣 是不是一個好消息 八月底下個禮拜 BNT就可以來到臺灣 現在聽起來好像露出了樹冠 我幫大家來解讀一下新聞 今天獨家BNT要來了 郭董搶到貨了 八月底會進來一百五十萬劑 那陸陸續續 十一月前至少會有七百五十萬劑 來到臺灣 那從中間有一些動作 我們抽絲剝繭 勇林 郭董的基金會告訴大家 買疫苗 盡力了 還包括郭台銘 hashtag告訴大家 已經達成階段性的成果 接下來尊重指揮中心的說明 其實這是一整套 他告訴大家 我郭董能做的就是到這了 剩下就是你們了 剩下什麼 剩下指揮中心 剩下我們的政府 能不能接受復必泰三個字 那這些貨不是德國原廠 重新再做的新的貨 現在就不知道到底是香港那一筆貨上面寫的復必泰 還是另外地方調出來的 有可能 沒關係 亮哥我先鋪成我的 亮哥已經急著要告訴大家了 郭董大家還記著 他到這個德國去的時候 到歐洲去的時候 當地打這個BNT 他特別拍了瓶聲上面是community 中文是復必泰 那他的其實外面紙的包廂 我們忘記貼出來 紙盒的包廂上面寫復必泰 但瓶聲裡面就community 就沒有復必泰三個字 所以今天陳時中被問到這個問題 關鍵郭董還有包括基金會 不斷的拋求出來 就是要政府給一個答案 能不能接受復必泰三個字 今天指揮中心陳時中 面對這個關鍵的問題的時候 他說不管他寫復必泰 或者是什麼 只要內容是有效的 我們就接受 但他講完之後 隔了約莫大概十幾分鐘 記者會過程當中 有人傳了一個字條給他 傳了之後陳時中突然有一點 就不知道在講什麼 感覺好像腦筋一片空白一樣 有一點語無倫次 最後他看著這個字條 講出了一句話 不管包專是不是中文字 裡面瓶聲只要是community 就可以了 等於說是不是有人傳達給他 是旁邊的人傳達 還是來自天廳 到底是誰傳了紙條 讓他的說法還特別的 把事情講得更清楚 來看一下整個下午記者會 這些過程 那第二個大概在標籤裡面 他大概有相關的一些中文的字 跟復必泰的字樣 那不過我們經過審慎的考慮 在這段時間 是防疫是我們唯一的考量 那重要的是這個疫苗的內容物 是不是安全有效 他可能可以透過臺灣的藥 醫藥商來申請 在 現在就以為沒有問題了 然後第二個 當然這裡面 大家在問到說這個 有關於 這個BNT 這藥物要來清除的時候 第一個他在上面 當然是有一些 相關的中文字幕 中文字 但是在瓶窗上面是沒有 那是一個 我剛才講過 是內容物的安全有效 最要緊 他看到紙條都慌了 但他講的重點就是告訴大家 瓶生只要是community 包裝上面寫復必泰也沒有關係 這總是一個好消息 你看到大家之前 包括王定宇說 這個復必泰就是中國疫苗 羅秉承說 這統戰 只要復必泰三個字 絕對就是統戰 還有另外一個美國BNT 他們已經有給他藥證 這個已經可以公開的販售 你只要出錢自己想打 這就可以打 已經變成是一個商品了 大家想說台灣能不能 也讓BNT有藥證 但是阿中今天的回答超冷的 來替他怎麼說 其實這個 連一個影子都還沒有 在國外有特定區域的一些藥證 我們會等於有一點 像是有一點承認的那樣的味道 申請台灣的藥證 就照台灣的法規 那無關乎在美國有沒有藥證 或在歐洲有沒有藥證 好 BNT到底怎麼回事 亮亮 據我了解是這樣 就是郭董8月5號 去捷克打疫苗 因為他很擔心疫苗太慢 所以他就問德國BNT 說你們手上有沒有現貨 香港那些貨早就不能 因為那8月就到期了 所以不是香港那一批 而是德國BNT做的 那本來要進入中國賣的 因為中國一直沒有給他藥證 一直到今天都還沒給 所以他手上就有一些存貨 可是那個是德國做的 跟中國沒有關係 因為中國現在還沒有廠 那只是說中國一旦BNT拿到藥證 那這一批貨就可以先到 那本來他大概是做了300萬左右 那可是也有人來跟他藥 所以你有現貨那別人也藥 聽說已經被藥了100萬左右 所以他手上大概有接近200萬這樣 那郭董當然不能決定 因為上面有簡體字 可是他上面的簡體字 我聽說是寫新型冠狀病毒 mRNA疫苗這樣的字 所以來了也不會有復必泰三個字 我聽說不是 可是有community 所以陳時中所謂的中文 是說簡體字 對 不在乎他是不是簡體字 對 可是問題是絕對不是中國做的 是德國BNT先做好 然後要給中國進口 出口到中國的 那因為郭董他不能自己決定 所以他就透過台積電來問CDC 那我們坦白講這個事情 大概在8月中就敲了 8月中 現在都8月下旬了 中間卡在什麼程序 他不能一六歲 跟你說你還要打高端嗎 瓜哥講好白 所以為了高端 我們特別延遲了10天 不是延遲了 就是他沒有宣佈 那就像第六輪先走 就這樣 第六輪就有高端 如果說我們8月中 就宣佈了這件事情 這些去打高端的人 我的意思是因為你可能講 郭董8月5號就在捷克了 他一定是透過管道去接觸 德國BNT 所以這件事情 比如說台積電來CDC問 大概就是8月中旬的事了 我聽說更早 所以衛福部早就知道這件事了 他們在討論 坦白說這個我看也不是阿忠決定的 恐怕也要跟上面討論 我覺得主要後來是考慮到開學 因為BNT疫苗真的可以讓12歲 到17歲的人施打 所以我覺得是基於這個考慮 否則我們本來知道 郭泰銘的疫苗是9月18號才要到 那你如果是8月底就到 你等於是快了20天 這個對要開學的同學是滿重要的 因為你如果說七天驗禍 就立刻可以打 那開學你頂多是 到台灣七天驗禍就可以開打 最快就是七天 不是要封建一個月什麼的 他可以分批 他可以分批 封建一個月是高端 因為吃蛋白 他上次莫德納250萬驗禍就是七天 這個東西也是MNA 所以他如果要趕是做得到的 而且他也不一定要一次全部驗完 可以陸陸續續驗 可是就是讓我們的開學的學生 可以迅速打 所以如果速度夠快 大概9月10號 我們的學生們就可以打了 9月10號 可是也慢 因為你打也要兩個禮拜 才有防護力 也要看到9月底 我都同意 可是你如果是9月18才到 那就10月了 我就更糟 是 更糟 那藥證的部分 亮哥怎麼看 藥證是我們要有程序要走 美國他給他藥證之後 那到台灣 台灣還是要 輝瑞在台灣有子公司 他來申請藥證 那台灣政府要給藥證 然後之後我們台灣的藥商 才可以去跟輝瑞申請原廠授權 然後他就可以自由進口了 他會是民間消費市場 所以他必定是自費的疫苗 他就不是政府出錢了 可是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大家預期BNT可能 這個疫情可能會拖滿久的 比如說明年一整年 所以我認為BNT你要擋 他的藥證是說不過去的 因為我們可能9月就開打了 所以台灣是已經累積了一些經驗了 但是大家也發現說 我們現在的疫苗狀況 就像亮哥講的 有很多內幕是 譬如說像亮哥這種層級才會知道 還包括總統 先看到中間這個地方 總統昨天去打疫苗的時候 有個漏網鏡頭 被拍到說 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打疫苗就打就打 他突然跟旁邊台大的團隊說 照理說8月底會有新的一波會來 大家說奇怪怎麼會 所以他早就知道了 對 他怎麼會在直播的過程中 講這句話是要讓大家知道 因為大家還不知道 他就突然拋出了這句話 那另外一個 教宗你如果有小朋友要開學 你一定很緊張 你說總統釋放這個訊息 讓大家學長 家長們不要擔心 當然是 開學壓力很大 這個總統是不找痕跡的 要讓家長放心 那另外一個事情 現在很多人都知道了 台電 這是朱大的接獲的爆料 台電的公寒裡面告訴大家 因為他們要發正新五倍券 要分裝 要請他們的這個台電的工作人員 要到新竹的監獄裡面 讓這一些這個壽型人 讓他們來分裝 他說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們會讓你打AZ跟莫德納 就兩個問題 不是說不夠了嗎 為什麼這些人還可以有得選AZ或莫德納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為什麼不讓他們打高端 政府不是一直說高端很好嗎 那你就要告訴他們 去幫忙的話可以打高端 而且很優渥 可以當地有安排住宿 不用出住宿的錢 然後還可以給你四百塊的雜資 另外完成任務之外 會另外的核發獎金的激勵 那朱大的告訴大家 唯一的誘惑可以打疫苗 而且還不是高端 台電他原本解釋 但越解釋越瞄越黑 他說不是只有台電 一家國企收到 我可不可以報名 你要報名 我不會打 我沒有打疫苗可打 可是你本來不是 你要選莫德納的 AZ莫德納我都接受 那你要到監獄去 盯著他們分裝 其實台電的解釋更糟了 感覺是不是很多家 那郵局就會說 那你還讓我們覺得看公文 感覺好像只能打到高端 你如果那線消息 直接告訴我 說AZ或莫德納選 包括陳時中說 第七輪會安排部分給第二劑 但是以第一劑為主 但很多民眾看到 因為其實還有很多人 一千多萬人 沒有打到第一劑 包括我們亮亮 看到這訊息就會覺得 你拜託先衝第一劑 尤其是莫德納的部分 那還有一個開學 今天有個最新消息 政府發了4.2萬劑的AZ 要給教職員 包括老師還有職員 可是太晚了 就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概念 現在打就算今天打 要14天 對啊 所以在九月的一個月裡面 學校會發生很可怕 我們高端還要28天 28天 28加28 但是老師大部分都打AZ 高端是第57你忘記了嗎 第57天 這個亮哥雖然是小聲的講 但是家長聽了大概都很賺 老師你怎麼看這些事情 暑假快結束了 開學再寄 我們的小朋友都是 沒有辦法打疫苗的 你高中生看看BNT 如果能不能早點進來 可是如果學生沒有打到 老師一定要保護 老師一定要打 可是現在最重要的開學再寄 竟然很多老師還沒有打到 像台北市我看到一個數字 他們要5.5萬劑 結果給了他3點多萬而已 新北市也缺了三千多 那麼這些老師很糟糕 你為什麼在安排的時候 沒有優先讓每一個都打好打滿 那你說總是有不足 可是我就有聯想到 那剛不是講五倍就會變胖嗎 我們還有一個東西是變胖 就是第二類的 第二類 第二類從九萬到十幾萬 到最後二十七萬 你變胖了十幾萬 第五個就還厲害 那為什麼不是胖到老師身上 你把老師都拿到第二類 不是就解決了嗎 所以你就讓人家覺得很荒誕 就是說這個優先 而且牽涉到小朋友 你腦袋沒有響嗎 你再分配優先順序 那個緊急感 你應該有 結果你最緊急是你自己的人 你自己跟相關的人 你拿來搞特權 你這個施政可以這樣子弄嗎 你現在讓老師心慌慌 好 他們如果比如說 你要問說 那為什麼不叫他們打高端 你當然不能強迫 他如果沒有打 他沒幾天就要去戳個鼻子 沒幾天就要戳鼻子 要去做那個要做那個檢驗 如果檢驗不行他也不 那是非常非常多的麻煩 那有些地方比如說 他老師不只來找代課老師 你正規老師都還沒打滿 臨時你找代課老師來 你到底怎麼弄 那打完之後還有十幾天 那小學生小朋友已經進來了 這是個很大的破口 你怎麼會讓這個整個教育上 讓家長 讓老師 讓小朋友冒這樣的風險 所以說這是嚴格講 是很大的施政的錯誤 那還是要問 你為什麼第二類可以這麼多 你在安排第二類的事 你怎麼都沒困難 你這個老師這個 你怎麼會產生這個 好 這個變胖 變胖我們就來講 這個所謂的五倍券 是在那裡不是變胖嗎 結果這個豬大 弄出一些內幕出來了 原來這些我剛剛問得有字 這是要在中央印製產印 這個是有價證券不能亂印 印完之後 他也不是在那邊包裝 還要弄到監獄 動用監獄的這裡面的勞動力 那大概怕說監獄人員 可能對他們送行人 不是那麼信任 還要怕派這些國營事業員工 在那邊去監工 分裝 都一大堆的事 我問幾個問題 第一個 這些都是正規受薪要工作的 那怎麼把他調到那邊去支援 這不用成本嗎 另外還給他加發四百塊 還要交通接送 這個都是成本 另外就是剛剛講 你怎麼他們這個時候 服務你的五倍券證券的時候 你的這個政策 他們可以打AZ 跟他前面談的老師 怎麼缺還不足 你很清楚是說 跟你自己厲害有關 你現在要搞五倍券 你這個分裝包裝的需要 然後你這個要求人員 你輕易就調動這些 國營事業的員工 中油 台電 大家都覺得 這很荒誕的事情 如果不是被揭穿 你怎麼知道說原來五倍券 講得這麼漂亮下面 還有一大堆貓膩 這樣的成本 這樣的施政措施 合宜嗎 正確嗎 真是都是很糟糕的 台灣又出現了 非常離奇的命案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